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天我刚开了窗厅 他没有那么大气 因为之前他都很大气 但跳得很整齐 试一下这些路程 看看行不行 再来就是一只很准成的安妇 正常地 湿漫泥地 他都能跑得好 那集就会慢一点 后来骑上来也有势 好了 再看看这只八太子 上季跑完 第二天那些有前腿不良于行 有时那些马 可能他年纪大一点 但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让他休息足够 再拿出来跑 是这样的 他有时都喜欢往一边 不是很换脚 不过他赢了一些中上年纪的马 那你都没什么得变的了 那他回去重快 一直养 慢慢等马复完 都可以 没什么问题的 再看八太子的拍吊 回来香港 走入面的 今次那些马 都比之前早了些回来香港 不知是否国内那些假期之旅 可能是的 拍吊都挺肯走的 好了 声韵鸣着 有时就是说这样 那些马 为什么会这么多配件 下场 可能他就不需要 但是神操都不是那么容易 没得碰的 现在算是跳得规规矩矩 但是上次放都不行了 是的 放了给你看了 又是都失望 西利哥 这些马 去年的出赛频率 都很不正常的 跳落都是有点绷紧的 整个动作好像都不得柔软了 好 红粉彩影 这只又是单跳拍跳拍跳出面 走出面的都一样是走得很好 状态他真是 fit 得交惯 接着到开怀大笑 这些就没什么锋芒的马来的 即是早上比较平实的内念 很稳定的 我觉得这些开怀大笑 今年还能赢 不过可能要下四班 差不多了 降班边缘 好 疤疤了 又是那些展望 没有 即是感觉他有时不太顺 但他都年轻重磅都已经赢过了 都没什么很大问题 不过你说是否特别很大进步 又不是很感觉的 好 接着这一组集就看和平路 都差不多很远的了 和那只超霸神区 那只超霸神区跑就放不了 试集加眼罩是威威威势 所以大家看看他试集和出赛 你要结合赛事形势 包了和平路 里面金枪六十 两只都没有意欲去追 根本 顺势开气 轻输暴投 好 再看一只和平路 你单跳 可能这只马都 本身它已经是容易急口 还有可能太新鲜 你还没跑过 出来跳 它就好像很急 这只世纪舞王 神粗跳已经很漂亮 转创 无奈你的质素不特别 上次跑谷草都是回来没什么 它都不是大只 想不想又来 好 接着看看荣华王昌 里面的 外面的黄帝赛 黄帝赛上一幅 我记得有一幅 拍跳 又在外面 不断骑上来 荣华王昌 都慢慢的 来到第六场 三班1650的泥地 这一组泥地都比较特别 以往 通常你看这些三班1650的泥地 当然有很多专家在报名 但是你看这一组 三班中距离有验证的马 少之有少 我觉得譬如你说有验证的马 譬如白太子 甚至安芙 你这两只马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分 就是白太子和安芙 纯粹靠走位 和档位去救得到 这些最多都是三甲 那后面那堆 譬如你红粉彩影 都是被动的马 它又不会很多分的 所以呢 其实你说 偷住那些譬如 就是彪之锐 上程 甚至转数高 有级数可以压倒这堆马 绝对都不出奇 那我觉得 这个范围有在 似乎这一组 感觉上就不太复杂 因为我觉得 譬如转数高 我觉得 基本上它和你跑少少分 跑些班 因为你这个马 真的不容易跑的 你看它在里面摄 其实根本 我觉得这只马 在里面摄就一样 它不喜欢外面有马 因为马会耐闪 不要让它那么快 看到有马 追它在外面 它会跑得好 就是如果你再拿以前 泥杂OK 什么什么 那些是没有意思的 我觉得根本 它是一只那么劲力的马 就其实都不会有什么 很大的问题 但是执二党 又未必好 它一定要走山的位置 你始终第一次跑到泥地 我宁愿你不要吃沙 你六百那里 开始就出去和它踩 因为你喜欢这样跑 没有所谓的 直路上面就走进去内南 因为你已经走掉了 吃班吃什么都已经吃够了 这些都应该是全日硬正的马来的